哈囉,大家早 歡迎跟著新竹趴趴趴 我現在人的位置是在這個 比頭國小 為什麼會來到這邊 因為我想去走一趟那個 比頭腳燈塔那個步道 我身後這個就是 據說是 全台最漂亮的 國小 但是現在因為 他那個時間還沒有開放 所以我沒辦法進去去拍攝裡 那我們現在要去步道的話 他就是這一個 從這一條 這一條 上去 那我們就走這條上 上步道了 這邊有指示牌 讓你走的比較輕鬆 可以看了解 我們繼續往上面走 這個步道走起來 還OK 是有點抖 是走起來還OK 今天 天氣陰陰的 沒有大太陽 走起來還蠻舒服的齁 今天是禮拜 禮拜一的早上 那就可以閃掉 閃掉很多 假日時候的一些 眾多的遊客齁 他這邊很多 他這邊很多 噢 墳墓 這個角度看過去 學校後面就是海 很漂亮很漂亮 難怪會被 難怪會說 全國最美的國小 下到這個樓梯 這個台階以後 這邊 有一條 插路 插路上去 看上去 好像 他這邊 應該是一個 看看 喔這邊也是 學校 必透過小的一個 應該是 後門吧 因為現在 他有開放時間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次要來這邊參觀的時候 就照這個時間來 才不會錯過 走到這裡 第一個涼亭 已經出現了 那一般的民眾 可以在這裡休休休息一下 有沒有聽到 聽到海浪聲 喔 這個視野應該很不錯 那我們到上來 涼亭看看 這個視野真的很不錯 這邊還有解說牌 OK的海獅平台 很漂亮的海獅平台 藍藍的大海 藍藍的太平洋 雖然今天 陽光不是很 很大 但是 這景色看起來 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休息的那一個 涼亭 下面 可以看到 海浪 這個 這一個點來看 看欣賞 慢慢欣賞的話 放慢步調的話 不急著到目的地的話 可以 在這裡說 稍坐休息一下 因為這個景色還是蠻漂亮的 因為這個景色還是蠻漂亮的 雖然今天 沒有 除大太陽 因為跟 跟昨天我們在 萬里 萬里茶壇 淨灘的時候 那個 快把人給曬死的 那個大太陽相比 今天 真的舒服多了 雖然今天 沒有太陽 沒有 陰天 但是還是建議 帶一條 毛巾 可以邊走邊查汗 不然的話 雖然像今天 只陰天 但走下來也是蠻生汗的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下面這個 海景就很漂亮 邊走邊欣賞 美麗的風景 真的很不錯 很不錯 OK 對 我們繼續走囉 這邊這邊剛好有一個小小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在這邊先休息一下 看看這邊的 請示 從這個角度看 這個角度看 這一個 這個山壁 他就很像一隻 猴子的臉 如果因為我從 曾經 從那個 那邊 後面那邊 因為那邊應該算龍洞 從龍洞那邊拍過來的話 那 鼻頭腳 這一個 這個山 他的臉 就像一個猴子的臉 非常像猴子的臉 新竹大叔 也是住在和平島 那和平島當時 吼 在那個戒嚴年代 現在的和平島公園裡頭也有一個雷達站 那邊也有住所的一些阿賓客 那當時 海岸線是 非常重要一個 防禦線 大家可以看到 吼 那邊 吼這邊景色很漂亮 這邊景色很漂亮 可以看到 那邊已經有 有人走上來了 很厲害 他們不知道怎麼走上來的 這邊 這個山谷 景色就很漂亮 下面那一個 那一些應該就是 軍營的 給阿賓客 住所這邊 雷達站的阿賓客 居住的 我們打開看一下 我們繼續往上爬啦 再往這邊看 嘿很漂亮 很漂亮很漂亮 這個地方真的還不錯 吼 跟我們那個 我們家 我們家對面山的 旺遊谷 八斗屎萬有谷 真的有得拚了 這邊風景還是很漂亮 再來 就是一個 小小的斜坡 爬坡 我們繼續爬 如果你是喜歡攝影的朋友 這個 這個畫面 你應該會 很想 要來拍他幾張 因為這個畫面就是很漂亮 然後 然後 步道沿著連線 上上起伏 喔 非常漂亮 那我們繼續往前走 齁 來 這裏齁 有點陡 我們慢慢走 我們慢慢走 慢慢走 這邊的 山谷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哇 它那個 它那個 步道還氣成彩虹色的 有沒有 要看到 那個氣成彩虹色 還蠻特別的 齁 再來 再來就是 往另外一個山頭上去 現在走 我們是走在 林線上面齁 也就是 也就是山的最靠的地方 那條線 齁一直走 齁一直走 非常漂亮 這裏風景真的很漂亮 我們再往那邊看 可以看到基隆山 齁 基隆山 有沒有看到 基隆山齁 那邊可以 可以看到茶屋山 湖和茶屋山齁 還不錯 還不錯 再往回頭看 哇 這個景色也很漂亮齁 唉 這景色很漂亮 唉這個地方真的很建議齁 啊 假日齁 有空的人齁 來這邊走走 踏踏青 那步道不會很難走齁 啊就是 我們慢慢走 慢慢走 齁 帶個食物 多帶點飲水齁 慢慢走 如果 不管時間 來這裏走個半天 也可以齁 放慢腳步 放慢腳步 喔 我們來到這裏 這裏是 啊 所有 一些攝影愛好者 還有一些網紅 都會來拍的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 這個零線 零線步道 非常知名的零線步道齁 常常看一些網紅啦 一些攝影愛好者 都會來這邊拍 今天終於來到這裏了齁 不過齁 旁邊這邊有一個 觀景平臺 看見得有點像雕堡齁 那這邊 寫了 海拔 一百零五公尺 海拔一百零五公尺齁 我們看看 我們來環視這一個 我們剛爬上來這一個 視野 真的很不錯齁 這一個點的話 它的視野是360 展望是360度的齁 大家可以透過我現在的 畫面鏡頭齁 帶著大家來看看 這整個環視 真的很漂亮很漂亮齁 這邊還可以看到 太平洋 還有是 最有名的 這一個 啊 零 零線步道齁 再來 再來看這邊 這邊望過去可以看到基隆山 還有 吳爾查吳山齁 這邊的海叫做東海 齁 記得齁這邊叫東海齁 另外左手邊這邊才是太平洋齁 齁來 這個山谷整個山谷 形狀還蠻漂亮的齁 再來最後最重要的 今天這條步道最重要的就是這一個點 齁這一個點 真的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很棒很棒齁 好,我們繼續 拍也拍夠了齁 休息了休息了 來,繼續往下一個 啊 涼亭齁 前進齁 齁這個,這個,這個步道真的很漂亮 齁 那可以看到 好 右邊 右邊海邊的景象齁 那你注意看那邊還有 那邊還有兩個,三 洞 有沒有看到,這邊還有兩個洞 齁,天然形成的 另外一個洞,這邊擋到了齁,拍不到 大概可以,我們可以看到這,這邊有個洞齁 這邊有一條步道,可以走過去齁 好,這邊是雷達站齁 邊走邊,欣賞,齁風景 齁,真的很漂亮齁 慢慢走,慢慢走 這邊,真的還蠻適合,齁,全家來齁 齁,不用趕時間,慢慢走齁 齁,大家可以看到那邊有一條公路齁 上面有很多車子,那邊,那邊是濱海公路齁 那邊是由 齁,基隆 起點齁,一直通往 到宜蘭齁 一條,還蠻重要的一條公路齁 齁,就是 還是有一些垃圾齁 一些遊客留在這裏的,垃圾 哇,這個角度就可以看到 比頭角那個穿落齁 唉,這個角度還不錯,很漂亮齁 唉,有人上來了 我們再往回頭看 齁,這裏是剛剛 我們走過來的 雲線步道,唉 這步道 跟雷達站,喔,這樣子,這個角度就很漂亮齁 齁,我們 快到第四個 呃,涼亭齁,可以看到這指標齁 齁,這個指標 然後 要繼續往前走齁 這邊可能就是應該下到那一個 比頭角漁港的地方齁 齁,第四個涼亭就在這裏 齁,我們到了第四個涼亭了齁 齁,這裏 齁,這裏 這個海石平臺 這個海石平臺 還有 基隆山 還有那邊的 吳爾茶湖山 還有整個 比頭角漁港 這個視野非常好 這個展望點的話,應該有360度齁 非常好 整個 整個山谷齁,都可以看到齁 齁 齁,這個 回頭來石路 剛剛我們走過來的步道齁 第四個涼亭這邊齁 已經算是整條步道的一個終點了齁 齁 呃 慢慢走的話,一個小時多一點就可以走完了齁 只要不趕時間的話,慢慢走齁 這邊的景色非常漂亮,很適合全家來這邊走走看看齁 啊,歡迎大家有空來這邊走走 老話一句齁 不屬於這裡的東西,我們一樣不留下齁 屬於這裡的東西,我們一樣不帶走 好,山好水需要大家發揮公德心來愛護齁 齁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齁 來訂閱我們的頻道齁 Youtube的頻道 幫忙拜託一下齁 幫忙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囉